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財訊未來30 由財訊跟全球品牌協會共同合作的直播節目 我們是關心台灣未來的未來30年的願景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可以請到兩位來賓 這次主要的主題是在談智慧醫療的大未來 我首先介紹我左邊這位來賓 是愛歐科技的總監 李嘉欣先生 大家好 他們在做智慧醫療方面有非常多的琢磨 大家可以聊一下 另外一位來賓我就交給老師來介紹一下 非常感謝財訊一直在共同追索台灣的未來 其實台灣很棒對不對 超級棒 超級棒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不只是有信心也有厭景也有策略 這個是當初跟彥淳要合作的事情 我們過去都是在台北各大幹 但是財訊說這個網路不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也是借這個機會悄悄的抱怨 就是大健康產業 怎麼樣大健康跟ICT能夠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的強項 台灣醫藥草業很強 ICT很強 但是一加一等於十或是百 那這個希望大家的想像力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財訊在這一期 不好意思 我昨天看了 我研究了哪個字 我覺得這一集真的報道非常棒 真的 總編輯跟協議 我右邊這位 農品 農品奉獻很棒 對 我想在觀眾們給大家很好奇 台灣的醫療情況有沒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問題 未來往前看十年甚至三十年 以終為始來看 台灣的這個發展的 roadmap 我們看起來是不是很樂觀 是不是很多案例 讓我們覺得 蠻有信心的 我們大概應該是很有機會的 所以我想農品也做了這次報道 也訪問了很多醫院 也很多的科技業 我覺得將來他可能會被挖角 小心一點 不可以 農品要不要來聊一下台灣的這個 醫療產業的現況 然後跟智慧醫院這一塊 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案例 給我們一點信心好不好公平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醫院 都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譬如說我們每次去看 我等三個小時 結果只看了三分鐘 醫生就是聽一聽到 就開始一直在寫字 或者是一直在打電腦 你在幹嘛 你就覺得而且大家的笑容很少 那或者是你去護理站的時候 或是你住院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人跟你講 你去跟 你自己住院 然後就是有些注意事項 你必須要自己去跟家人講 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這樣子 就有說這個門禁是10點 9點以後就不能怎樣怎樣 這種東西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醫院 就是有智慧醫院的話 他其實在床頭 就有一個像面板的這樣 他其實有一些資訊 那這個資訊就是告訴你 這個醫院的資訊之外呢 其實他幫了護理人員很大的忙 譬如說護理人員以前 他可能就要手寫一些紀錄 譬如說兩血壓這個時候寫紀錄 還有譬如說要分藥要抽血 那而且你很能盲中出錯 因為很多人手不足的時候 時間是很非壓榨的 但是如果你是智慧醫院的話 其實這些都可以用電子化來解決 譬如說就是那些兩血壓那些紀錄 其實都是在電腦上就可以上傳的 護理師可以接受很多的時間 譬如說以前可能第二天就要 第一早就要吃藥的話 前一天醫生就會開好藥 那第一班的護理人員可以有藥可以發 可是可能第二天早上 醫生來看診的時候 就已經改了醫阻 那你就要換藥 聽說退藥率就要到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你有電子化的話 就是這些其實都可以接受 接受時間 然後護士的那個 就可以有更多的笑容 更多的時間 就是心情會比較好 對 還有護士這樣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說在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 現在都面臨到人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如果用智慧化來解決醫療的 這個解決它的痛點非常重要 然後根據統計事實上 整個智慧醫療在整個物聯網的 這個角色的商機裡面 它僅次於工業 再放在工廠上的物聯網 代表它的需求是強勁的 那當然商機是夠大的 對 我覺得這不只是造福病患 基本上它也是一個產業化的發展 對 那這部分那我再來問問嘉欣 好 比如說其實愛歐科技做非常多AI智慧 在醫療方面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需要一天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從這裡得到什麼有趣的經驗值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跟普遍講的非常好 就是說智慧醫院 它大概目前的痛點 不管說消費者 不管說院方 醫護人員 或是甚至政府 那我們講說智慧醫院 大概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藥 用藥 是 第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要醫產 器材 第三個部分是照顧 醫藥照顧 那這三個部分呢 比醫太多少呢 照顧因為牽涉到很多人 所以照顧現在人力的支出 大概是佔醫院的大概四成多成 那蠻高的耶 很高 那全世界都一樣 然後呢 全世界整個預計到2022 整個這個大的醫療照顧 這個大的產業 健康產業 大概是十兆美元 十兆美元 哇 好大 十兆美元裡面 醫藥大概占10% 醫材占10% 照顧大概占 照顧的設備 10% 照顧的能力 大概占40% 其他就管理嘛 是 好 那 這三個層次都需要 都是很專精 但是我們從過去的20年 過去20年的智慧醫院 都在做什麼呢 都是在做醫藥的一直研發 在做醫療設備 醫療器材 比如說檢驗儀器 好的 更精準 更精準的醫療 是 好 那自從了這三五年 因為整個感測整個物聯網清肥 大家開始思考 那50% 45% 的照顧能力 怎麼節省 因為這個 這個成分越來越高 對 越來越高 好 那所以說 這一兩年 三年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在照顧方面 居家照顧 醫院的照顧 行動的照顧 一直蓬勃發展 對 我們剛好 IOS就趁這個趨勢 我們從照顧 從醫院的安全 著手 甚至擴大到家庭 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的一些安全 工作的事情 是 我是蠻想請嘉欣分享 因為你們跟北榮有一個合作案 就是 這個叫什麼 防治觀察跌倒 是 正確用詞跟補充家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基本上 所以剛剛講說照顧 在整個醫療體系裡面 經過統計 大概整個醫院的安全事件 大概有兩成五 都是什麼發生呢 都是跌倒 另外三成是又一樣 又要錯誤嗎 又要錯誤 所以剛剛主任講的就是 早上發現醫組改變了 然後腰錯了 或是檢查過程中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又要改變 嗯 那 引導呢現在怎麼做呢 引導現在只能叫做 被動的預防 就是巡訪人看海報 是的 只能說貼海報 就是 第一個貼海報 叫做被動 請注意安全 然後地上有水 然後怎麼樣 注意安全 第二個就是 考能力 去巡訪 那沒巡到怎麼辦呢 如果萬一又 能力含字 那就跌倒 就不可以知道了 就二字三看 然後我們就是要解決這個 我們做個保密防疊 防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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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防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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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裡面換衣服,在浴室裡面跌倒,怎麼辦? 人家看光光,然後洗澡看光光不可能 所以我們用一個限綴新的感測技術來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我們做什麼呢? 遠距離的生理素質的分測 如果全身有個燒烤傷的病患 他在醫院裡面,護士沒辦法定時的跟他量心跳,量呼吸 那怎麼辦呢? 只能透過遠距離的方式去觀察 那我們就做這個事情 遠距離醫療加上保命、防疫 所以不需要直接用攝影鏡頭對著你 就可以透過各種技術確認你是不是你有跌倒 或是有不正常的動作發生之類的 會有跌倒 哦,會瞬間偵測到 哦,兩切 顧慮到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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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連續性、時序性 那個偵測 這個是,怎麼講 露連網之下 的一個最 對人類、對社會、對藝能安全最大的貢獻 也最大貢獻 對,最大貢獻 我這個本來跟藝純套罩 我得臉開啊 我這個臉開 我這個要跳出來 因為我在臉開的一個 我相信這個 未來三十也是希望把台灣的產業往這邊走 對 但是,台北跟他很多的團隊 還有跟醫療機構互動的過程裡面 覺得這個醫療機構很棒 但是保障程度也有它的生態系統 所以也要進去的溝通的過程 其實是要花很多時間 沒錯 所以,怎麼樣克服這些問題 我想像廣告的林百里 他也是很積極的情報 有帶來的醫院院長 所以,怎麼樣的科技 這個 我把醫院出的東西搶過來 這個怎麼樣跟醫療機構 怎麼樣跟醫療機構 因為他們其實有他們的 白色祭塔 或者是說生態系統 您在看法呢 這個 叫做這個問題 非常的好 我們跟很多醫院 也聊過 想要用創新的科技 來算他們的照顧 醫療照顧 但是這個問題呢 不能直接跟護理人員談 因為他們想做 他們可以解決他們問題 但是他在醫院裡面 決策權有比較低音量 然後呢 所以說 但是這個事情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只能透過資訊人員 但資訊人員 傳統資訊人員 又比較在負責一些 一體網路 不要技術面 不要技術面的 所以我們遇到的 就像 剛剛教授講的就是 會有溝通上 所以一定要怎樣 要跨平台的溝通 要包含 就是像院長級的 然後要停管 品質管理 因為醫院最重要 承重是品質管理 然後包含護理人員 大家即時廣益 知情人大家即時廣益 對 然後甚至還有醫生參與 還有辦法去 讓這樣子的智慧化 能夠有機會的順便 所以其實 有一次 求問你來前 會請這個 臺北聯合總議院的 黃昂總議院長 我覺得他好棒 他事實上是把這個平台 開放出來 讓所有的科技系統 都願意來嘗試 不過我也要有這個 低型科技業者 有時候都覺得 會技術很棒 其實你不曉得了解病患跟生態系統 其實我們也必須有一個很長的學習期限 讓使用者的經驗能夠很好 我想80%的水務群到很多醫院的院長看起來 其實都會想 哈哈太遠了 很多人都這樣好好看起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 過程 沒錯 我也想追問的 不好意思 因為你怎麼今天好像問天 對 這個議題太感興趣了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未來的信心 沒錯 就是說 但是現在的bio是一頁 一頁的後面是健保 對 那健保的目前的支付系統 其實就整個未來產業的這個供給 其實很間接 很間接 而且其實它能夠開的規格也有限 例如說有效的APP 那麼這樣的solution 後面有一個data base 看起來不錯 但是健保會不會有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solution也提供價值 bio基本上是醫院 醫院看健保 他看這個東西 其實第一個 你不是一個所謂審定的遺產 本燈的在健保給付都很困難 所以我想請榮平來想想看 幫我們也來 跟你做健保局局局長的時候 把這條路把它開通 因為總是沒有買單 那這個產業做不起來 關於這個買單這件事情 我就沒想到 我是覺得 我們都知道說健保現在定例 我們想定例這一塊 但是其實它已經輸了 有非常大的資訊 其實是台灣健保真的做得很棒 大家都完全同意的 那只是說 現在有問題就是關於個資法 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健保的資料 我們能不能用 就算是去世別化 因為去世別化 這個又需要一些規範 因為這個台灣還 我覺得還需要 還需要一段路要走 他覺得現在很多資料 其實使用用PDF檔 你那不是數據 你沒有辦法直接轉成數據 對 他現在有轉換了多少 對 這是一個大概都比較困擾的問題 對 還有就是說 很多醫院他不用主動上傳資料 這也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 將來我覺得健保是一個保庫 沒有錯 可是這個保庫怎麼用 這還是需要 可能是 可能要 因為法令總是沒有科技走那麼快 可能需要第三方監禮業者 然後一起來 來促成這個 譬如說對資法 要怎麼稍微修改 稍微鬆綁一點 現在是 可能是學術研究才可以 那以後是不是 稍微開放一點點 那整個開放法 你或許可以是 把其他國家就是 有限度的開放 有限度的利用 可以 對 我個人覺得說 健保過去其實就是 趴了我們國民的 這個就義 這樣的一種支付 我覺得健保要不要來想想 一定的比例 真的非常小 1% 能夠從產業發展 跟未來十年的角度 去思考它的戰略跟路途 我覺得這個是 不管在這個資歷的提供 資訊 好資訊 我最近也跟你們的立法委員 要去突破個資法的部分 那我們也看到日本法 它有一個法律叫 次世代的醫療法 其實它呢 次世代醫療 就大家想看 古年有點厭謹 其實是應該用那個model 對 以中國維持來講 現在法律要怎麼修 對 那本身我會覺得其實 像日本那其實是 有一個中間可信賴的機構 把去識別化這個事情 讓中間的機構 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會 可能會問國防中心 因為它就在未來 我希望你會不會 來扮演這樣的機構 我來說服立法院 來修這個法 將它能夠把所有的 把information 所有的AI 都在那邊去 做測試跟應用 對 那我想這是一個選項 不過我覺得 健保能不能再提升未來 因為他這樣 這樣一直在支付下去 其實健保真的也會倒 老年後之後也會倒 他要再想想策略 怎麼樣來做健康促進 怎麼樣能夠來用更好的科技 來降低他的支付 同時也能夠促進產業 對 這個對健保當然 不好意思 如果 你做健保局局長壓力一定很難 所以他就不會去 但是老實說 這是一個台灣的強項 對 應該把那個強項 發揮到最大的力量 對 我不想準備你 我會長一個話題 老實講 今天超級好 這已經不能聽眾了 對 我覺得這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回到剛剛 您講軟硬整合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所有產業 因為在IoT年代 或是在AI加進來之後 都沒有到的問題 我覺得每個產業 如果放下自己的成見 大家要彼此合作 來降低成本 然後提高它的效率 其實機會醫療如果做得好 剛好講 對於健保的成本 其實有大幅的下降 但不要說他可以解決高齡少死化 人力不足的問題 這真是非常切實 而且就是迫切需要的這些事情 對 其實我還蠻想請永平 再繼續談一下 因為像是永平在採訪過程中 然後非常多的醫院的案例 可不可以講一下 那個齊美醫院的案例 這間對天邊校族 這個事情超級有趣 他們在寫的時候 原來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溝通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 天邊校族就是說 我很孝順 但是我遠在天邊 就是 住得很遠 對 可能住在美國 可是今天可能在台灣的 可能是爸爸生病了 然後呢 我又不會把他趕回來 可是爸爸可能需要做一些 可能要放一個期間 要查完什麼什麼 有一些決策 可是他就會特地有意見 那表示我很孝順這樣 對 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講話大聲的人 並不是多數學 比如說家族裡面有十個人 但是最後決定的可能是 講話最大聲的 因為多數學在那個關頭 不敢 不敢說 不敢說 我不要放棄幾個 就是非常困難 就是人生的考量 中國的親信 對 就是非常困難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叫做SDM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就是 醫病共享決策 就是可以讓 這個醫生呢 他們可以事先知道 他們有一個這個 軟體可以讓事先知道 這十個人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 他私下去問好每一個人的決策 然後再來多數學 那當然他也會說 在這個學 醫生也在一旁 然後他不會說 那個他說什麼 他當然不會這樣 但是就會說 其實他心裡有個底 就知道說 好今天當然其實是 可能就決定要放棄急救 但是 但是 可能那個天邊哨子不願意 因為他一直沒有進到燒包 他沒有在旁邊 但是可能他 醫生知道其實 大多數人是覺得說 我們不想急救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 要多多久什麼什麼的 但是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一個最好 最適當的 這是最好 我真的不敢講 可能那時候是最適當的 所以他是利用 遠距溝通的方式 對 對 其實他好像不是 對這不是非常非常高的科技 但是 我這次訪談 我覺得 大家一直都說的 就是說 我不是要炫耀高科技 我只是要就是 讓做出最好的 人性化 溫暖的 對 有效的水護行動 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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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接著 要花很多的錢 會有很高的成分 你看這種方式 他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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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mall 尤其 對 對 Dass 對 我們快要前提大家聽一下 我覺得這個事業是十兆美元的產業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讓台灣的定位很清楚 我們愛這個世界 我們幫助這個世界 同時我們產業有這個能量 我們提供解決方案 請嘉欣再補充一下 我想包含教授、總編 我們都是在做對的事情 為未來的自己 為現代人們跟未來的自己的利益 利益的利益 這個產業其實不好走 坦白講對常常來講不好走 因為有活力 但是坦白講這個市值非常大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創新性可以加值 對 好 那現在缺少的是一個 就是說 像總編這樣子 把一些廠商集合起來 對不對 我跟浩老師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打團體戰 尤其說在台灣如果要打去東協 打去美洲 對 一定要打團體戰 因為個人的力量是小的 對 好 好 我網友表示聲音看詳聽不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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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我覺得像剛剛 主編有講到 家庭的一個 就是說遠距的一個醫療 或是一個 每個人的那個心理素質的偵測 對不對 那到醫院端的時候 你不需要再重新浪費 重新再檢測 對 那這樣子其實是中間有很多的產品做組合 那這樣子的平台如果可以串連起來 然後固定師的移動師的大家一個整合性的 那這個在健康照度 對 和這個議題上面 台灣其實是一個扮演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很棒 我覺得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中美戰 看到香港這個案子 我們要給這個世界希望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網友都提了一些問題 對 我們開始這個也是要帶您包公黑一點的講 所以 你們講這麼美好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隱藏什麼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不要再來 我就開始問這個 這個 這邊農庭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這個將來我告訴你 是不是 這個前面 裡面都有機器人 不會 那這個溫度會不會降低 然後我們覺得台灣的溫度其實是蠻強的 就是說這個 溫度的冷的感覺其實是很好的 那這個 會不會有這個壓力 應該是不會 當然如果說是 我覺得陪伴機器人是有可能的 因為在某個情況下 或許有一些就是 日本也很多 那種像寵物 或者是 那種 因為跑來跑去 因為跑來跑去機器人也有 但是那個可能現在 目前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什麼在哪裡 你可以問他 指陸型的 指陸型的 那個是有 那另外的譬如說是那種比較招呼型 可能在家裡 就是小孩抱這樣子 那是陪伴療癒的 但是基本上 人還是最有溫度的最溫暖的 所以有可能是 後台可能是 譬如說今天在問診的時候 我是醫生 你是病人 我可以跟你講很久 可能最後我們都對 用寫對話 可能就之後錄音 就直接電在裡面 之後再問你機器人 因為那個也是對人機器人 就是機器人在幫我 可是我們還是有溫度 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是雙贏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 但 而且搞不好 你覺得你的工作也會進去 沒有 不會嗎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有判斷力 所以我們有想像 有溫度 對不對 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事實上 其實就是說 AI機器人在整條的過程中 它其實扮演助手的角色 所以它可以 以前可能還要手動記錄 就直接記錄 它可以幫醫生幫忙判斷 像這樣 然後我覺得很像 看病有時候是 看心理 有時候 所以還是需要跟醫生互動 其實去看醫生很多 要拿到回家裡沒有吃 對 這是心理 不過我還在想問一下家庭 就是說 因為現在AI應用的產品非常多 好 您剛剛講的 就是說防跌倒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的防跌倒機制 判斷錯誤 那請問責任算誰 好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是 這個叫健康照護產業 那健康照護產業 跟醫藥那種即時性 非常非常強到精準 吃錯藥會馬上要的命的 不一樣 我們這個 雖然說 我們盡可能要做到99% 100%的 完全不會判斷錯誤 但是某一個程度 如果說 比如舉例來講 假設我在廁所裡面 發現偵測到一個人 五分鐘不出來 那我該不會判斷 一般在廁所裡面 可能上廁所三分鐘 四分鐘 那我精準度 如果把靈敏度高一點點 五分鐘判斷 或許有時候 真的可以救一個人命 因為他可能進去 兩分鐘 就不小心心機可能在你跌倒 混倒在裡面了 沒人知道 所以 AI是可以幫助人去判斷 而且是更有效的判斷 就像人要去看照片 100張 1萬張照片裡面的 A1的差異性 可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 對 那AI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做判斷 就是透露很多的 深度圖 非一般的照片 然後去判斷它的差異意值 對 我們之前一開始的第一版 當一個人撿那個 彎下腰 可能我們就立即判斷 但是 AI的好處在哪邊 會學習 始祖學習 對 他可能會學習 下去上來一秒 這不算 不算跌倒 好 那我會讓它去優化 優化到呢 最好的甜蜜點 然後也跟醫護人員 大家討論 怎麼樣甜蜜點 是最棒的 好 那 所以 AI的好處就在這邊 但是 網友想要問說 那 所以你有免責嗎 沒有 對 所以如果他跌倒了 沒有警示的話 怎麼辦 我 基本上我們做到的 一定會警示 只是 警示是 過早的警示 還是 即時的警示 喔 了解 所以不管三七位 是先警示在這裡 一定會先警示 對 我會把它調到很明 非常靈敏 非常靈敏 中的靈敏 比較不靈敏 就是看他們醫護人力的狀態 如果醫護人力很高很多 那可能比較不靈敏 因為我不想有太多的 讓他們一下子就出動 對 就出動 那如果醫護人力很少 那我寧可非常靈敏 一個小動作就趕快過去 尤其像我們 像一些長照醫院 長照的那個地方 對對對 對 那些都是比較老人嘛 對不對 那如果發現 醫療療療療療 寧可 錯失一百 你不要遺憾一生 對對對 沒錯 所以這個我們是在 好這個方面 那所以說 比較沒有說 我免責的 沒有 又是太多 你太多健心 不要他們家裡那麼大 只是 網友一定很好奇 對 責任算誰的 對 對 這是很有趣 就是未來在 AI很多都 憑藉著AI判決的情況下 判斷的情況下 但是用藥 如果是用藥 就像有一個大廠 他是用一台很大的機器 再去做出藥的判斷 是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要非常的精準 要百分之百 因為你吃錯藥 可能會出農品 對 這次農品也有法 你剛講是北依嘛 對不對 欸 對啊 北依的用藥法 我們這次也有采法 其實這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用藥大概是出錯率 就是說出錯事實是第一個 剛剛您跟妳講 第一是用藥錯 第二是跌倒 所以用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北依它是有用著智慧藥的系統 就是那個機器裡面 它其實已經放了很多藥 然後有劍檔 他們是包括半科的正面的側面 都有劍檔 所以就是說它是在發藥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 今天可能醫師開藥的時候 直接到那個系統 你會在那邊三合五對這樣子 那本次一對就會 有人對就有可能出錯 所以用那個方式就是可以 譬如說 幫你配好藥 你不用分什麼早上吃、晚上吃 或飯前吃、飯後吃 它平行幫你配好 你這個時候 你就應該吃這一個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就比較不會去降低用藥 錯誤 錯誤 對 我身為網友 以及我也算是網友自己的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一定要問老師 因為老師這個是強項 這個關於智慧城市的結合 這個是老師幫我們分享的 不過我來回答 部分來回答這個嘉欣 我表妹叫嘉欣 非常親切感 不過我 我就講一個 十秒鐘講一個小故事 三十年前我做律師的時候 做過這個醫療糾紛 一個病患就走過來 然後就 然後走過來 然後看到我 然後就跪下來 然後他拿一個盒子 上面有他女兒的照片 醫療糾紛過時 自私 從此我做醫療糾紛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很痛 真的是很痛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讓大家安心 所以這是第一個事情 然後有機會再來 下次總編輯安排 我來做這個病 我覺得也很好 不過我想在這個 我們這個結束之前 我是個人覺得說 其實整個智慧城市 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智慧醫療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看到獨拜 我剛從泰國會來 我要給這個 我們駐泰國的同大使 按一個讚 他真的是很積極的 把智慧城市 智慧醫療 能夠往前走 我真的期待第一個 事件 台灣的國家的品牌 就是一個智慧醫療的品牌 對 台灣的產業品牌 就是智慧醫療的品牌 然後用這個平台 我們來幫助這個世界更多的人 對 那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 但是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戰略 很雜誌的戰略 對 其實就是 欸 還有問題嗎 其實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所聊的這樣子 對於健康產業來說 不只是台灣產業的機會 更是台灣跨出全球化 國際化的重要的機會 對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請到兩位 事實上 對於健康產業這個議題 我們會持續follow下去 對 這兩個禮拜後 我們還會有重量值得貴賓 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 健康醫療這個產業 智慧醫療的產業 AI產業 對 跟醫療的整合這樣 對 對 這非常值得期待 那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貴賓 然後我們兩個禮拜後 就大家就會再見面囉 不要走開 對 不要走開 對 兩個禮拜後之後再回來 對 那有任何指教的話 請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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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憶純就可以 謝謝 謝謝